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跟他亲母为竹马 从小长大 认识也有20年了 可是我现在发现 他有的时候 跟我完全不在 一个频道上面 在外面也完全 不顾及我的感受 有情绪就发 让我在朋友 和家人面前很没面子 我跟他做 普通朋友的时候呢 觉得他人开朗 乐观又很幽默 但是做男女朋友 三年半 缺点越来越多 我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他自私 最爱他自己 一旦吵架 就是我犯旧账 每次吵架 他也要求 我先低头道歉 我只是希望 他能改一改 自己的脾气 明明是他根本 没有去解决 这些事情呀 再这样下去 只考虑他自己的感受 我真的不知道 还能坚持多久 掌声有请 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秦先生 25岁来自安徽 个体女嘉宾 许女士24岁来自安徽 大唐经理 欢迎两位 来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有很多信息 是吧 谈了三年半了 是吧 对 做朋友都是还不错 是吧 对 做了多少年的朋友 快20年吧 我们俩个小学同学 初中还在一起上吗 就是一直有连世那种 但是不在一个学校 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小区里 同小区的 对 住在一起 够熟的 三年半之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你们就从朋友 变成了男女朋友 因为当时她是在 合肥上大学 我是在老家那边 做点小生意什么的 过年那段时间 我们出来玩 觉得都还不错 在世了 小片里女生说 男生很自私是吧 就是我想让她 帮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她不愿意 她就会直接拒绝我 她不会因为我是她女朋友 而退让一步 我不是说 想什么退让不退让的 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会去做 我不想去做的事情 为什么非要勉强我去做呢 这什么事啊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想要在家看电影 她想要去打球 她就非要去打球这样子 那你就看你的电影 她打她的球呗 但是我想让她跟我一起看呀 咋想的呀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有自己的生活嘛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都是有自己的生活 就是咱们就是 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一起干点事情 比如说看看电影 都可以 但是也需要有自己分开的时间 对吧 比如有一次 我不是租房子吗 第一次签合同 没签过 很简单 就是交个钱 签个字就完事了 我提前跟她说好了 她也答应我 陪我一起去 我当时没有答应你 我当时说的是 我晚上如果没事的话 就陪你去 她说的是没事的话 就陪我去 有事的话 可能我就不在第一位了 到了晚上 我快下班的时候 她给我发一条短信 她说我不去了 我说什么事 她说我要打篮球 打篮球比女朋友还重要吗 不是说打篮球 因为我就是在当地 我们组了一个俱乐部 然后也参加市里面的 一些俱乐部的联赛 比赛之前 我们就说训练一下 然后我心想嘛 那她这边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去签个字嘛 也是交个钱 我就去训练嘛 因为我也想着为球队好 你每天都可以打的 我又不是天天要签合同 我知道你不是天天要签合同 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 你自己能把它办了 并不是说 那我就想让你跟我一起去签 行不行 可是我也没有说 一定就是不行啊 那你没有答应我啊 这种事情很多啊 还有一次 去没去 没去 那是因为我没去吗 最后我实在给她搞得受不了 然后我就是因为 她那个与世纪明显就是 发火了嘛 然后说那时天没办法 我在群里面也跟队友说了 我说我今天晚上就不去了吧 家里有点事 实在是走不开 然后我打电话给她 她就讲话很难听 叫我不用来了 但是我这个人脾气也不太好 然后她就这样跟我说话的话 我就直接就没有踩到 我说那你随便你吧 我把电话也挂 就我让她不要来 她直接就不来了 我特好奇地问一句啊 就是你说我家里有事 去不了的时候 你的那些球友怎么说 球友就说 下次有机会再来吧 所以其实对其他人来说 那场球也不是非你不可 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 也可以这么说 对 所以女朋友 还是不重要的 对吧 你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我对我说女朋友不重要 这种事情很多 还有一次就是 我跟我的同事组局 等于是六个人三队 有一队是孕妇 我跟另外两队 都特别能吃辣 但是小孕妇她不能吃辣 不能吃辣 她接到我的那一刻 我就跟她说 我上车我就说 到时候就如果不行 她就点个微辣锅 我们稍微迁就一下别人 她当时给我第一句话就是 为什么要吃微辣的锅 我们不可以点两个锅吗 我们吃特辣的就可以了呀 我当时给你的第一句话 那我想问一下 我有说第二句话的机会吗 你可以说 我没让你说不说吗 你那语气让我怎么说 而且我也只是说了一句 那你的感受就那么重要吗 你只管你自己吗 不是我的感受那么重要 那别人的感受 也那么重要吗 那他们为什么能忍让 不还是你自私吗 谁忍让吃个微辣 那我 不是后来这事最后点了几个锅呀 最后点了一个锅 微辣的 对 不得了吗 较真 你也是一个男人 你听他安排不就完了吗 少吃一块不会死 我只是说 就是说他总是不给我发表我的看法 就是我想做什么 想说什么 你的点在那是吧 对 你得听听我的意思 对吧 那我也有想 你想要你有你的看法 我也有我的看法呀 还有一次就是 我的高中同学结婚 大家肯定都带自己 最重要的伴侣去嘛 然后他拒绝我 他说我不去 你朋友结婚 我跟他也不熟 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让我过去呢 他是我的好朋友啊 我带着你一起参加婚礼 那我为什么不带别的男生去啊 本身我这个人就不爱侧人了 你也知道 就是平常我一些朋友 结婚 我只是去学个份子 我人都不会到场 那你为什么不能迁就我 陪我一起去呢 那你能不能迁就我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去呢 那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啊 那你就是一直想把我强迫 变成你的样子 那你怎么不强迫我呢 那你不是自私吗 反正这么听起来 你有点不近人情 我觉得还有更过分的呢 还有啊 还有 有一次我们跨年去重庆玩 我着凉了 不舒服 后机的时候 我就在洗手间吐了一次 下了飞机大概是九点钟吧 在他家放了行李 放行李之后呢 我跟他说我特难受 你让我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我喝两杯热水 你再把我送回去 他当时跟我冒了一句话 在我家也可以休息 在你家也可以休息 那你为什么不回自己家休息呢 当时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因为本身我当时是有急事要出门 我在重庆的时候朋友电话就打来了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比照顾生病的女朋友还重要呀 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的想法就是 第一我不是医生 我当时也说了 我说要不要带你去医院 然后他说不用 那我就想让我男朋友坐在我旁边 我喝两杯水 我舒服了 你再让我走不行吗 可是我有急事要出门呀 你有什么急事啊 很重要吗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 要不然我怎么会着急出门呢 最后不还是我一个人打车 去了医院吗 掉了两个小时的点滴 你都没有出现呀 你掉了两个小时的点滴 你又跟我说吗 当时我看到你发朋友圈 我是不是第一时间打转给你 最后还不是我把你送回去吗 那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在我 我已经掉好点滴了 我都要回家睡觉了 你再来关心我 你不觉得晚了吗 你不仅仅是这一次 他每次就翻旧账 不仅是这样 还老是说我半夜 把他丢在大马路上 照头绑架我 我也不知道 那我怎么就要丢 我告诉你 那不叫丢吗 我说我要下车 你不是让我下车吗 我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相信 我在开车 也是因为一些小事吵起来了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吵架 我觉得你吵得挺厉害的 不是 因为这段时间的有些事情 他实在是让我看不懂 然后呢 当时呢就是说 你去哪儿我送你去 不是你要回家我送你回家 他说你不要管我去哪儿 你现在把车停下我要走 我说你往哪儿走 我说你要去哪儿 我送你去你要回家 我先去送你回家 你告诉我你去哪儿 他就不干 我没办法 我只能靠边停车 我车刚一停稳 他把门一开跑了 然后我没去追 他就叫我半夜 十点多 把他跌在大马路上 那我想问一下你 你十二点多 跟朋友玩到十二点多 回家的时候 一个人打算回家 你怎么不会觉得不安全 那能一样吗 你从我车上下水 你就觉得不安全了呢 那怎么能一样呢 每次就把这些事情拿出来翻 拿出来说 而且在我朋友面前 从来都不会知道 什么叫做架手不可外扬 他有脾气马上就发跳 就比如说有一次啊 朋友晚上都约好了 打一打麻将 然后我吃完饭呢 我们俩不知道 这会有什么事吵起来了 然后吵起来之后呢 就是说往回走 他就跟上次一样嘛 不说话 然后也不说他去哪 送他回家他也不干 那我没办法 我是被他那个事情搞怕了 因为他一直翻 一直翻一直说 我就说那你跟我 一起去打麻将吧 你在旁边看着吧 再过去之后 进到包厢里面呢 一进去之后 他就板着张脸 然后朋友就问 这怎么了 是不是吵架了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他有点不舒服 那我没办法 我当时根本就不想让他打麻将 因为我们俩是 因为什么事吵了之后 他根本不管我 他也不哄我 他直接就跟朋友 去打麻将了 那你都让我不快活了 我为什么给你好脸色 给你朋友好脸色呀 我不是说 一定要去打麻将 因为本身 我跟朋友约好了 而且我觉得 我们俩事情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都把你女朋友弄生气了 你还是去打麻将 你很搞笑诶 不是 我们俩 情侣这些吵架 不很正常吗 那你把我哄好了 那你就一定要 在我朋友面前 那样子摆脸色嘛 到底是打麻将重要 还是女朋友重要呢 结果那天 他就一直在那个旁边 那个包厢里面 有个沙发嘛 他躺在沙发上 背对着我们 结束之后 我就说 把他送回去啊 他直接 当着那么多人面 直接把我手一推开 说搞什么 就是很大声那种 是当时 我都很懵 朋友都 就是尽量这样 看我们笑话 不止这一次吧 还有那次 我们去屋镇 也是五六个朋友 一起去的 在那个景区里面嘛 人很多 然后他当时 跨了一个小跨包 跨包里面没什么 想让你帮我背一下 我就当时 就随口说那一句嘛 我说你不能自己背啊 当时啊 当时我朋友也在旁边上 他自己一个人 就往前跑了 就不管我们了 本身我们 大家一起出来玩 约会一起出来玩 你这个行为 不仅影响了 你自己也知道 有那么多朋友在 你帮我背 在这个节目 是 羽吱 座 这次我 到 bottom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你可以帮助教育别生气嘛 这叫人情味嘛 听着我就特别尴尬 我说这有多大的事 你们就至于这么吵 吵完以后 好的时候有好的要死 两个人跟一个人一样 一点距离都没有 你们听老师 怎么帮助你们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听下来两个人 都挺挨翻旧账的 为什么要挨翻旧账呢 是因为有账没有算清楚 你们所有的这些点点滴滴 在过去的日子当中 全部都没有清算过 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 下次吵架的时候 就会把上一件事情 累积的一起再讲 然后事情累积的越来越多 这个架就吵不完了的吵 各说各的理 都有道理 打篮球还是看电影 吃微辣还是吃重辣 去参加婚礼 还是不去参加婚礼 两个人啊 你听下来 我想 我不想 我想 我不想 那有没有人能够 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呢 他为什么想 因为他要的是陪伴 他为什么不想 因为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性格 但是没有人会尊重对方的想法 全部都是我 所以你说他自我吗 你也很自我 我为什么就不能去打篮球啊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 在这一个时刻不看电影 那吃饭 孕妇不能吃特别辣的 当然我们要尊重他们一下 照顾他们一下 那你就完全点一个不辣的 点一个辣的 就不用点微辣的了 你也是完全考虑你自己的想法 两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 谁也不用说谁 我生病的时候 让我就自己在路上吐 你觉得这事 是一个正常男朋友 应该做出来的事情吗 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处理好自己的感情 处理好自己简单的 基本的工作 就是你们这个年纪 最应该做的事情 做男人就让着点女孩 不吃亏 你稍微多疼她一点 她会十倍百倍地反馈给你 做女人就给男人点面子 不丢人 你稍微地惯着她点 她会在私下里更爱你 好吗 永远不要是我想我不想 而是你想吗 我也想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左岩老师 来 请坐 我们经常会描述 非常恩爱的情侣 用什么词呢 两个人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 我相信那女生 希望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我去做什么事情 出席我朋友的婚礼也好 聚会也好 我的男朋友 另一半都会跟着我 我不用说 他就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这种默契 很显然 虽然你们朋友 这种关系持续了一段时间 但是作为情侣来说 还是不足够的 再反过来想一想 真正两个人是一个人吗 不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销属性 也就是说 每个人有自己的小的圈子 可是女生呢 经常是说 一定要把她拉到你的圈子里 即使对方有一些想法 说我不愿意去 我不喜欢那种场合 或者说我在那种场合 发表了我自己个人的看法的时候 你又觉得不合适 所以步调真是能够一致吗 不可能的 毕竟 她有她的圈子 你的圈子 她有的不喜欢 有的场合不愿意去 是允许的 我们不能硬把她绑过来 你看你的行为 无数次都是在绑架 她做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 真是你做不到 比如签合同 应该她已经帮你 把那些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 你只要去签就好了 对不对 那会她有一个相对来说 她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 打篮球的一个活动 对吧 是准备重要的比赛 为什么一定要让她跟你去 其实她不是矛盾 她是只是不同的想法 这种差异性 你不允许 一下上纲上线到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不应该这么想 马上很极端的方式 就怼过去了 所以她一定很不开心 情侣在一起 最好的一种方式 各自能够成长 并且相处来说非常的舒服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你们去磨合 去消除差异 去寻找这种状态 寻找好了 你们俩的感情会非常的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严老师 我刚才听你们 就你一言我欲 这样吵来吵去 有一度我都听得愣神了 我说这样的日子 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 人家说这个 不是冤家不巨头 你们是一对小冤家吗 可是想想如果 像女朋友说的 一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这样的日子 称这是为了什么呀 二十年的发小 彼此都认为 对对方了如指掌 所以其实你们中间 出现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安全感 你们俩是安全感 太足了 我们都认识二十年了 我们双方家长都认识 他还能跳出 我的这个五指山吗 你心里很有安全感 男生你也一样啊 你自己觉得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我们再吵 他还怎么着 还能跑吗 所以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想让你陪着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你就一句我不喜欢 你为什么强迫我 情感当中 其实很重要的要素 就是彼此的陪伴和包容 你们既不愿意 为了对方的喜好 去陪伴对方 也不愿意去包容对方 和自己的不同 你说这恋爱怎么谈 所以我想跟你们讲的是 上上你们那根弦 再把自己盯紧一点 如果按照你们 现在这么自我的方式 相处下去 不会有下个三年了 炒也炒散了 明白吗 如果真的珍惜你们二十多年 彼此熟知的感情 三年多来 真诚相对的爱情 请你们把这根弦 绷得紧一点 希望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阎老师 来 图老师 老朋友变成新情侣 通常都不顺利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是老朋友 你们以为我很了解他 但其实并不是 在院子里面摆的一盆花 你天天都看见 你以为很熟悉 但是当把他搬到房间 他也不知道 当把他都知道 如果他真的知道 我用太游戏 甚至是 当我们的老师 并不是 优优独为 能力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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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我们看看这对情侣 我们看看这对情侣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